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礼拜五 我们今天礼拜五 所以就不谈新闻时事 要来谈一些新的书的介绍 今天有新书介绍 在介绍新书之前 我想先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 因为脸书在上个礼拜 他们宣布把公司的名称改名 叫Meta 就是配合它的一个叫做 发展这个元宇宙 元是一元两元的元宇宙 那今天来跟你谈一谈 这个元宇宙 它的一个虚实交融 这个互联网新的革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这个先跟大家说 其实Meta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新公司的名字 它是从元宇宙的英文的 当中取出来的 因为元宇宙的英文的原称叫 Meta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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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又怎么来的 其实它是一个新创的字 它是源自美国小说作家 这个Neal Stephenson 他1992年出版了一本科幻小说 叫做Snow Crash 一般翻成叫溃雪 那么在这个书中 他描述的是一个男主角 游走于现实跟元宇宙之间 然后他发现这个Crash Snow Crash的毒品跟电脑病毒 可以让电脑死机 在荧幕出现雪花 就是Snow Crash 然后让骇客的脑部受创伤 那所以呢 这个作者 Stevenson等于是说 他要透过主角的历显 来呈现出 他心目中 现实跟虚拟世界 结合时的样子 所以他就把这个Beyond 另一边跟着Universe 宇宙 这两个字 把它做合并起来 然后创了一个字叫Metaverse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元宇宙 然后脸书 脸书的创办人佐克博 就用了他当中的这个 前面四个字母Meta 变成他新公司的一个名称 好 那元宇宙很热 因为这一阵子 大家从脸书的改名之后 就很多的讨论 但其实在IT界 几年来已经在谈这个话题了 这个是因为随着 这个VR就虚拟实境 跟AR这个扩增实境 这两种技术不断的发展 已经逐渐在这个网路世界上 建构出另外一个世界 有不少人相信 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 房屋 办公室 城市 国家 甚至我们的生活 迟早都可以在网路上 找到一个叫做Digital Twin 就是数码的分身 而当这个网路世界已经完整到 跟现实世界差不多的时候 那么两者就能够互动 那么到那个时候 元宇宙就会诞生了 好 那去年年初开始 发生了新冠肺炎的疫情 这个疫情的爆发 影响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某种程度 它也加速了元宇宙的发展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 透过Zoom 这种软件 在家工作 叫work from home 或者是留在家里 摇距来上课 跟朋友聚会 那么网路购物就更加的兴起 网上的娱乐也增加的 这就让大家更熟悉 接受在网上的互动 而这些都为推出元宇宙服务 打好了基础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为虽然Zoom很方便 但是像元宇宙 它可以弥补 光靠Zoom 这种软体来开会的一些缺点 因为大众在慢慢习惯 网上开会的同时 也会觉得说 只透过观看平面画面 来跟同事或者生意的伙伴 来沟通 还是有所不足 这个时候像元宇宙 你戴上VR的头套 就可以把体验整个立体化 那么就让这种遥距的工作大要尽 比如说你身处不同地方的员工 或者生意伙伴 你就可以透过虚拟的3D空间来开会 甚至用虚拟来进行某一些工序 那么有人认为像建筑师 跟工程公司的管理人员 去视察地盘工程的进度 这个完全可以透过虚拟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也因此这个元宇宙就衍生了一些新的行业 包括虚拟宠物 虚拟朋友 甚至办出虚拟派对 婚礼跟旅行 而这些行业又推进了这个虚拟货币的发展 那当然我们讲了这么多 倒也并不表示说这个他马上就会来 因为专家也预估说这个要完全实现元宇宙 大概至少至少还要十几年的时间 十几年的时间 那现在当然因为虚拟世界跟相关技术不断的发展 你大概可以嗅到了一个嗅觉 就是元宇宙的发展已经成为大的趋势 而且他可能会成为一场新的互联网革命 而目前关于元宇宙的发展概念 最成熟的产业 就是电玩开发商 电玩 这个我简单讲一下 大家就懂了 为什么说电玩开发商 是最成熟的来走元宇宙的一个开发 我们看看像著名的一些电玩企业 像Epic Games Roblox 或者Minecraft 这一些他们都把大量的VR跟AR的元素 放到他们所设计的这个游戏里头 那么等于说 这个你要 所以这个要进军元宇宙 已经有人提到说 这个包括网路科技企业一样 都要先发展电玩业 你要从发展电玩业来掌握各种的重要的技术 那么你才有可能在元宇宙这个大产业当中 分一杯羹 所以美国 像美国电玩开发商 就Unity的高级副总裁 叫Mark Whitten 他就认为 他认为说包括Fortune杂志 1000大的企业 他们都应该有一套这个元宇宙的策略 这当中很可能电玩企业 电玩商会走在前面 那么甚至如果有一天 这个像大家现在预测的说 这个元宇宙会成为下一代的 网路科技的主要的资助的话 那么又不能排除 现在我们讲的电玩商 像我刚前面讲的几个名字 Epic Games Roblox Minecraft 有可能就会取代Meta 取代Everbet 取代苹果 成为未来的这个网路科技的霸主 这个是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当然 也没那么容易 因为我们目前离真正实现 这个元宇宙的 还有好几道门槛要跨过去 包括第一个是网络的连接 因为不但数据的传输要更快 还要更稳定跟流动 那么将来5G面试以后 可能这一方面的问题会大部分会得到解决 第二个就是硬体 现在除了电脑跟智能手机之外 还要开发其他的硬体 比如说现在的AVR头套还是太重 一个大概有十几磅 有人认为说他并不方便在使用 但是理论上这个应该可以发展的更轻巧 便宜 更大众化 另外还要开发类似跑步机的硬件 来做模拟的跑动攀爬等等 这些大概也会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第三个就是软体的部分 电脑计算功能还要更强大 来提高这个画图画的指数 而且更容易操作了 还有元宇宙的一些框架要标准化 能够让用家可以在不同的公司的系统当中 无缝的转换 当然最后一个是区块链的技术 必须要更成熟 这里头包括区块链技术的代币 叫做NFT 那也要有更多的潜能跟其他的用途 才有可能普及 好那已经有人预估 彭博预估说 现在的元宇宙的商机 已经快要达到5000亿美元 估计2024年会超过一兆美元 所以这个产业看起来是值得关注的 也提醒听众朋友 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 这个元宇宙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新年双十一抵加啦 你就是我的VIIID 新年房屋与PC Home独家合作 购买PC Home指定品牌 就有机会获得百万元梦赞助金 让你租起屋住好宅 租起屋住好宅 即日起至11月22日 快上PC Home活动官网 了解活动详情哦 幸运房屋PC Home 助你成家 享受自艺驰骋 从Lexus原厂开始 全新Lexus GF6原厂机油上市 给您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抗磨损 清静性 Lexus邀您回厂订宝 用最佳效能 守护最爱家人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Lexus以最高标准 对抗疫情 守护您及最爱的家人 Lexus与您一同为台湾加油 爱的陪伴 由你开始 在台湾 有超过一万八千个 罕见疾病病友 七成以上无法治愈 我是温少豪 罕见疾病基金会 与莱尔夫邀请您 一块捐零钱 帮助罕病家庭 莱尔夫零钱捐 邀您一起支持 罕病病友全方位照护计划 帮助罕病家庭 小副 你买疫苗鲜了吗 快教教我该怎么挑啦 不用挑啦 现在到原妇证券开户 就有一秒闲 这么好 更好的是 原妇证券线上开户 不仅台美股都可以交易 再送CVLM购物金 及原妇红利点数哦 哇 开户里也太多了吧 奖项总值超过一千六百元 马上搜寻 原妇证券线上开户 电子市下单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 投资与风险承受能力 并自行承担风险 本公司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核准之虚客证照字号为 108年金管证总资地0031号 警安站750公尺 近千坪大基地 红灰机构三十年年度具现 二字四房黄金及绿建筑 红灰大喜2249-5858 2249-5858 新红河行销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我们邀请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那么他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 天下大乱 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 其形成矛盾里内幕的一个议者 梁议员你好 黄社长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这个我要说梁议员也是一个多产的议者 因为今年光是我的节目邀请他上来 四月份他已经来了 上节目谈的是 冷战结束三十年的意外的和平 这本书 九月份我们也谈了黑手 这个有关中国 怎么在全世界用他的瑞实力 进行渗透的一本书 那今天有第三本书 这个现在很多人讲斜杠人生 但我一直非常欣赏这个梁议员这个斜杠 因为民意代表通常是没有时间冷静下来 通常比较在热乎乎的场合比较多了 议会也好 选区经营 红白喜帖 公共议题 但是你当议者的人 是要完全心思埋在里头 而且翻译其实有相当程度的专业 他不是只有英文要好 有很多的专业的知识要配套 你怎么克服的 我还是很好奇 每次都问你这个问题 每次都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翻译当然是 你要在专业领域要有一定的理解 所以我翻译的书籍 它的领域大概就是国际关系 或者是中国研究 对因为你是台大政研所毕业人 我是台大政研所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年念的东西 对 所以基本上不是很大的距离 其实当议员 其实很多的名义代表 他们有另外的事业 很多人还是在经营公司的 当律师的 所以像我们这种当名义代表 可以兼一个当议者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不过我感觉你很投入 你这么多的产品 而且品质维持到一个程度 我似乎有一种想象就是 对不起你的翻译时间通常 有没有固定在早上还是晚上 我没有因为民意代表的生活 那个时间是满零碎 就是说你可能 10点要去一个活动 11点要干什么 对 那所以我就是用利用中间的零碎空档的时间 那不错 那你随时要进入on air的状态 对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当中 应该是有感受到一种翻译 进入到一个新的书的内容的这种 乐趣吧 或者说得到一种回馈 对啊 有乐趣 确实是有乐趣 好 这个至于什么样的乐趣 要让听众朋友去看看书才知道 不过今天我们在谈书之前 因为刚好我们12月有四项公投 那最近刚好 我大概看了一下 四项公投其实当中 有两项是跟能源有关的 一个是核四重启 一个是三阶的这个案子 就是桃园外面天然气 第三阶接收站 那这两个问题刚好又最近在英国 开这个全球气候大会联合国的 COP26 那么大家关注的包括这个碳排放 2030跟2050 这两个目标 那今年我们政府也已经公开的 蔡总统包括在国庆 还有更早以前 已经把2050列为 我们跟欧美一样一致了 然后环保署也提出了 一个气候变迁法过来 对 可是我有几个疑问 要来跟梁宇远来请教 当然这个跟不见得跟台北市政 那么直接相关 但是我也注意到您也经常对这些议题 有一些发表 就是说民进党主张 就是民进党是反核 这个印象大家很鲜明 甚至过去还提过一个 2025非核家园 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记得好像一度还有入法 这个政策好像一度有入法 就电业法的样子 对 可是在2018年 有一个以和养绿的一个公投 通过了以后 这个电业法 这个好像已经修改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修改 归修改 这个2025非核家园 应该说还是现在 执政党的一个 当做一个政策目标 我没有看到说他否定他了 或者时间改变了 我现在问的就是说 以目前来说 我们台湾这个火力发电 火力发电跟碳排放 就是说用煤炭跟天然气来发电的 大概还占到7成5左右的发电的来源 现在核能大概10% 11%左右 其他这个能源 大概就占其他的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真正的讲的非碳的能源 现在还只有25%左右 那现在虽然说核电也只占到11% 但是你除非你能够在 像拜登说的 2030年美国的这个碳排放 要减50%左右 那我们有没办法做到 如果没办法做到的话 核能的问题怎么办 因为核能在国际间 是被认为是一个非碳的能源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坦白说三阶过不过 现在政府似乎比较倾向 我们的这个非碳的做法 就是减少煤炭的发电 但是是用天然气 但天然气只是碳排放少一点 他并不是 我听说我看那个数字 好像说大概是煤炭的一半左右 对差不多是一半 但其实也很可怕 但一半还是很大 还是很大 好 所以这个问题 你觉得要怎么来说服大家说 这个核四不管说 风存之后能不能重启 就整个核能政策 在我们的要减碳的一个风潮底下 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确实就是说核能 它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没有碳排的能源 它不是绿能 但是它至少它是 它在发电的过程之中 它是不需要燃烧 它是用核分裂 核分裂它基本上就产生热能 它不需要放出二氧化碳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其实很多国家 他们最近在 其实在讲碳排 这个要减碳的时候 其实是把核能算进去 把核能算进去 比如说中国 中国是这样 就是说他说在2030年 要达到碳达标 达峰 达峰 也就是说最高峰 但是到2060年 要向到碳中和 那它怎么做 它就是盖核电厂 对我看它加了很多核电厂 它加了很多核电厂 最近好像是有一个叫 徐大堡核电厂 那中国那边是把它宣传说 这个是朝向减碳的一大部 它可以取代多少 好像在东北的样子 对在东北 它可以取代多少的碳排 相当于多少面积的森林 等等这样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就是说对台湾来说 就是说他 其实这一次的两项公投 其中两项 一项是这个藻礁 就是这个三阶天然 天然气核展 对天然气接收展 然后另外一个是重启核式 其实三阶天然气 三阶天然气这个东西 是我们要用天然气 来取代煤炭烧煤 那大概是可以减一半的碳 减一半的碳 但是社长说的没错 就是说长期而言 用天然气 你基本上 我们还是无法达成这个 做不到碳中和 对不对 做不到碳中和 那而且我相信这个国际上 对未来对台湾的压力 会比较增强 你出口的产品 它去考究你的电能来源 是什么 对你的电能来源 就是说你如果 你的电能来源是碳 对那它的积分 就比你的这个来源 是天然气 对可能多 这个是 这是另外一种气候税 到时候你的产品可能要加10%20% 是是是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 我觉得就是政府要去考虑的 那但是但是短期的目标 用天然气来取代煤炭 这个是我我想这是台湾 台湾目前至少 至少是目前的共识 是 那所以如果如果说这个 这个三阶天然气不过 其实台湾的能源也不会缺了 也不会缺电 就是继续煤炭发电 就是继续烧炭 继续烧炭 继续烧炭 那继续烧炭的结果 大概就是空气品质 还有国际的标准 还有国际的标准 这个问题 那你说重启核四 其实 我觉得倒不是重启 因为重启核四是不现实的 因为它已经 封存 已经封存 而且它现在的设备都已经 拆走了 拆走了 所以其实是未来是 比较现实的 到底就是说 目前的核能电厂 是不是要延长它的寿命 比如说核三 对不对 它的时间 它可以再用多久 其实是这样子 好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 我可不可以说 做一个假设 有没有可能说 重启核四这个公投案 最后没有过 但是其实它并不妨碍 让政府 我说现在的当民进党政府 继续的使用核三 延长 这个我没有办法 做出什么明确的说法 但是 我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 假如我们真的有把 2050年减碳的这个目标 放在很明确的位置 现在应该是 有个政府 总统都公开宣告了 我觉得这个 台湾还是面临国际压力 你没办法置外 没办法置外 没办法逃脱的 所以这些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 要深刻去思考 那我个人 我个人我对于 这种核能的使用 就是说很多人说 什么反核是民进党 把它当作审处派 或者什么这样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就是说他的 我们对反核议题的 这个事情的发展 长期以来民进党的关注 但是你必须要 现在要考虑到 你未来这个减碳的 这个国际上的目标 这个是必须要考虑的 对 而且它更现实 它是对各个产业 都会造成影响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长 何友宜 这段时间 大家辛苦了 谢谢每位认真 黄义的朋友 有你们真好 因为有大家的努力 国内疫情逐渐稳定 请不要过于担心 疫情降级 但我们黄义不松懈 外出记得 戴口罩 勤洗手 新北市政府 一拍杯地儿 陪您一起迎接 新生活 大家好 我是三种眼科 许晨如医师 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是常见的眼睛退化性疾病 如果看东西 觉得扭曲变形 或发现中央视力模糊 有黑影 都可能是黄斑部病变的前兆 请寻求专业眼科医师检查 及早治疗以避免失明风险 台湾诺华 关心您的眼睛健康 从女孩 到女人 爱自己就要像这样 生欧梨亚 给秀发森林般的生命力 生生欧梨亚 荣获欧美各国美妆大赏 生欧梨亚 展现黎明般闪耀光彩 生欧梨亚 给你水样柔顺 生欧梨亚 我是Sandy吴珊如 洗发我只选 生欧梨亚 萨欧梨亚 新年双十一抵家啦 你就是我的VIIIID 新年房屋与PC后独家合作 购买PC后指定品牌 就有机会获得百万元梦赞助金 让你租起屋住好宅 祝起屋住好宅 即日起至11月22日指 快上PC后活动规望 了解活动详情哦 新一房屋 PC后 助理成家 POP 壮新闻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跟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那么我们要谈他最近翻译的一本新书 那么是天下大乱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及形成矛盾 与内幕 这本书是八期文化出版的 那么我们今天有证书 那么待会大家听完节目之后 那么12点以前请你拿起手机 编写简讯发送到0989628628 0989628628 你回答 天下大乱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 这本书的译者 也是今天节目来宾 请问他是谁 你答对的话就有机会 得到天下大乱这本书 我们有两个名额 好 这个 梁远 这个写川普卸任了以后 写川普的书很多很多 像老牌的记者这个伍华德 他不断的有新作 那现在这一本书 我们要谈的这一本书 这个是一个新 应该说是一个新秀 他这个人他叫做Josh Rogan 乔许罗金 他们把他形容说是一个新世代的美国政治记者 那么整个书 整个书的特点 是在谈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 形成矛盾的内幕 好 你作为翻译来讲的话 我们又直接了当的问说 你觉得这本书 有什么特色特别值得台湾读者来推荐 这本书 我觉得是对台湾 台湾的读者来讲 就是去理解 理解过去四年 理解川普那四年 到底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发生变化的 我就说他到底是川普自己个人的古怪的个性 或者是还是说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那所以这本书 我觉得对台湾读者来讲的话 就是你判断 你既能够理解川普过去十年 你也能够判断说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是什么 然后台湾在中间的角色 那你刚才提到武华的那本书 我也看了 但是他并不是围绕的对中政策 再讲 但是这本书是蛮 就是他的focus就是在川普如何对待中国 然后而且他讨论的也不只是川普本身 而是整个川普政府 然后包括到国会到文官体系 然后到美国的学界跟媒体 就是说在这四年之中 是怎么被翻转的 然后我看到我在要跟你做访谈之前 我这个书也大概看了一下 我非常惊讶就是说 他在书中等于是去爬书翻诀出来 过去的一段就是从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后 中国在华府政商界还有华尔街 埋下的居然这么的深 比如说像川普的女婿库什纳 他跟这个已经被整下台 那个这个吴小辉 对吴小辉 他们是partner 然后像我们所知道 我过去在美国在Brookins 当过访问学者 那么我们那边有个China Center China Center就是江松滕捐的钱 江松滕也是里头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美中之间 他因为中国给他一个黄金开采的特许 那基金起不用讲 对不对 甚至提到了像赵小兰的一个特殊的关系 所以他等于说他花了很多工夫去把那个中国在美国的这个政商网络的图拼凑出来 对 是这样子 那你看了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其实他的这个部分他讨论的是说是美国的政商精英 对在那这过去的40年吧 是怎么样怎么样在 在在介入或是或是说在操纵的美中关系的发展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ROGGIN本人的发现 它已经存在了 对而是过去好几本书 譬如说我上次来的时候那边黑手 黑手也对提到 其实这是连续累积的发展 那所以在Roggin 我认为Roggin这个部分 它是借用 它是借用这些过去的一些 特别是澳洲这些学者 对美国或者对澳洲的这些研究 所以对这本书来讲的话 它主要是在讨论 与其说是在讨论川普政府 不如说在讨论整个美国社会 到底是怎么被中国迷惑了40年 然后如何在过去4年之中 觉醒的一个过程 大概是这样 我注意到他也提到说 像川普的团队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都不是建制派的 如果我们把刚刚你描绘的 那个政商的结合体 那叫建制的一个体系的话 那这些人 这个我们讲的所谓的矛盾 就是说这个内幕 这个书就是里头就是去阐释这些过程 对不对 这里头你看了之后 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 这些所谓的川普的人物 比如说我们台湾最熟悉的 江波腾 江波腾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他川普里面 这本书的描述 它是分为几个派别 有一派呢是属于这个所谓 我比较倾向于他们是所谓军方派 对对对 川普用了很多军人 像麦马斯特 马提斯这些人 国防部长 国家安全顾问 这些人他们是属于军方派 是 那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说 他们把中国视为一个未来的威胁 但是他们在政治上面 或者在经济上面 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主张 所以马提斯或曼马斯特是这样 另外一方面是华尔街派 华尔街派比如说也是财政部长 米努琴 我翻成美努钦 美努钦 对 他是属于华尔街派 那华尔街向来就是跟这个中国的政商精英 是密切往来的 所以这个美努钦在川普政府中扮演的角色 就是怎么样跟中国达成一个协议 然后又能够让华尔街的精英 不要受到伤害 那另外一派呢是属于这个对中英派吧 像波腾啊 Bannon 他川普的首席测试 对班农 班农 然后那个他的博明 博明 对对对 特别提到博明 对这本书里面 博明他是这个美国的 就是川普时代的国家安全副顾问 对他当过记者也是美国出身 对他当过记者 对那这几个人是属于对中英派 是 那所以川普的整个政府的整个过程 基本上就是说 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是 我要怎么样跟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来矫正美中之间在最后国待遇 或者知识产权的 让他占尽便宜 让他占尽便宜 对川普来说他是一个商人 他觉得这个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 然后贸易赤字大到美国难以承担 所以他要矫正这个问题 但是他觉得他觉得他可以跟靠着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他可以靠着跟习近平个人的关系 来达成一个协议 然后让美国人觉得说 我川普是有做事的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他觉得说这个 因为北京那个时候 他们没有 依然是用一些这种 过去的 用一些老方法 就是说等于是呼弄或是堂舍 然后常常谈了之后呢 就回去 就没有下文 就没有下文 类似这样 所以随着时间过去 就是川普越来越不耐烦 他觉得他要用什么 关税战贸易战这些手法 去跟这个逼北京来妥协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对中英派也就是像波顿啊 波明这些人 就开始有空间 那但是对川普来讲 他这 他其实并不关心 所谓人权的问题 他也不关心 这一点也是很多人 倒回来问说 川普信仰民主吗 川普坚持普世价值吗 好像都要打问号 你这个必须要打问号的 因为你在川普的所有的演说 都没有 都没有 公开讲话之中 他几乎没有关心过中国 他没有关心过 他香港是最后不得已 才讲两句话 他也他他他不关心人权问题 对 那他对于台湾或香港 也不也不关心 说实在 这是所有的事情都是 他对中国的唯一的考虑 其实就是贸易问题 你不能再占我的便宜 对其实是贸易问题 但是随着这个贸易问题 无法解决 是 然后川普的整个政府 就开始 这等于是有一个 有开了一个大门 让很多对中国的重新的评估 重新的思考 就开始出现 然后从贸易战开始 然后接着就是人权战 科技战 5G华为这些 都慢慢就出来 一向一向来 然后美国社会开始对什么 孔子学院 然后对美国的这些 在美国活动的这些 中国的这些 所谓的学者或是媒体 所有的开始一向一向检讨 对 所以基本上 我认为川普的作用是这样 就是说他虽然不关心 这些问题 但是他的关切点 因为无法解决 所以就打开了 所有问题的大门 而这个打开 我在书上有一种感受 就是说 本来美中关系 是由这一批 我们讲的所谓的 建制派的既得利益者 在美国这一边 在华府跟华尔街 去掌控的 但是因为 第一个是因为川普 想要达成的目标 没有达成 第二个川普对建制派 本来就不信任 第三个是 他有这么多的 从其他地方 从体制外来的人 反而这些人来了之后 所以在川普这四年 你可以感觉到 有没有那一点味道 是说他似乎有一点 把原来 盘踞在华盛顿 跟华尔街的 建制派的影响 美中美国的决策的 这个体系给打破掉了 也是 可不可以这样讲 一方面是打破 一方面我觉得 也是世代交替 世代交替 也是世代交替 像这本书 Roggin他 作者Roggin他 大概40出头 然后他所讲的 这博明这些 这一派 大概也40出头而已 40出头 对 那他也讲到说 他身边 因为他本身也是在 等于是华府的外交记者 所以他身边 会有很多的 这种国务院官员 他们大概年纪也都差不多 年纪也差不多 所以他现在 他这本书 其实也是讲到 美国老派的这些 所谓的中国专家 或是中国通 怎么样会被新一代的人 所取代 大概也是讲这个过程 这个挺有意思的 因为拜登上任以后 他现在像国防部的助理部长 有关印太的 也非常年轻 那我看到也有一些人分析说 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通 跟上一代的差别 是在于说 他们是彻彻底底认为 中国是个威胁 不再像上一代 是要通过和平演变 去转换他 但以致相较的是 中国新一代的美国通 形态也不一样的 中国现在因为中国 过去的对外交涉的人 他们都经历过 中国之前的混乱跟贫穷 所以其实是带着相对 是比较低的姿态 来应对世界的一个情况 更多的是要从世界学习 那现在中国我碰到了 包括社台的学者 年轻的一代 那个民族主义的 那个都非常的高 这个可能跟他们成长的背景 也有关系 他就在大国崛起的阶段 所以两个刚好是一个 世代交替 但是似乎往一个更加的 竞争 兵炭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 对没有错 社长这样观察 对 其实像中国那边老一代的 像喊和平崛起的 那个叫做郑碧坚 郑碧坚 对 就是胡锦涛时代 郑碧坚那一代的人 他们在面对美国 或是面对世界的时候 他们是抱着一种 怎么讲 就是说低姿态的 基本上是低姿态 然后希望 希望借着低姿态 让美国或是西方国家 不要干涉中国的发展 或者不要妨碍中国的发展 然后或者是能够 最好能够帮助中国 但是新一代的不是这样子 新一代不是这样子 好 这个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跟变化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讨论 新年双十一抵加啦 你就是我的VIIID 新一房屋与PC号独家合作 购买PC号指定品牌 就有机会获得百万元梦赞助金 让你租起屋住好宅 租起屋住好宅 即日起至11月22日 快上PC号活动官网 了解活动详情哦 新一房屋PC号祝你成家 亲爱的听众 我是桃园市长郑文燦 这段时间感谢有您 艰难的时刻终将过去 让我们将良好的清洁习惯 持续下去 共创安心环境 让我们把对彼此的帮助 铭记在心 关怀永不止息 桃园市政府与 Pubber Radio一直在您身边 星期六 星期六 又到星期六 耶 老婆 我们快到台速加油吧 没问题 台速周六Open Point会员日 汽油单笔加百二十五公升 Open Point点数最高回馈九点九趴 累计的点数可以快咖啡 折地加油金额 每一点都超好用哦 台速九六Open Point会员日 加油雷电超快速 第三十一届国际high end音响大展 月乐 11月4号到7号在台北军乐饭店 购票请搜寻TAA国际high end音响大展 早安 周和 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享受 四座公园环绕 近千坪大基地 景安站750公尺 开阔二支四房 空间升级 红灰大喜 2249-5858 新鸿河行销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我们跟天下大乱 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 这本书的议者 特别是演梁文杰 刚讲到现在美中的年轻 一个世代的这些的智囊 这个幕僚 他们看对方 跟他们上一代都很不一样 那我们最后一段回到台湾的角度来想 就是说 因为现在第一个我看到的是 拜登上任以后 至少到目前为止 感觉到他对中国的 有关川普时代的强硬的措施 他几乎没有减少 几乎没有减少 对 那最近七月问题两边看起来 又会更僵化 因为看起来 七月问题本来是两国最容易合作的 现在发现他也被战略化了 那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以此同时 这个拜登的民望 现在看起来是偏低的 那么美国明年的其中选举 现在一般都认为 民主党大事有点不妙 那甚至川普2024 原土重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好 我做一个假设 这本书当然讲的是 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 形成矛盾里内幕了 我如果假设说 2024川普回来 而且他赢了选举 你觉得你能想象 那个时候的美中关系 还有两岸关系 还有台美关系会怎么样吗 从这个书当中 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我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对北京来讲 他们当初其实 应该早点跟川普 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而不是用这种推拖拉 推拖拉 那其实你回过头来 你去想说 如果2018年北京 真的跟川普达成这个协议 后来一切事情都没了 你这书上我想到有一段 那个杨洁篪 是不是杨洁篪 跑去川普 那个川普大楼 有没有 还是有种高高在上的 先读一个statement 我的红线是哪一些 你不要碰触是不是 还是用那一套东西的 所以川普 因为川普的 他跟对中国 他坚持或要的东西 其实是很单一的 是很单一 就是经济 就是经济 所以如果2024年 是川普回来的话 我觉得中国对川普的态度 或是方法会不同 你讲到这个不同 如果川普就是你满足他 那就是了 但我不知道中国能不能满足他 那如果满足他之后 川普还会这样打台湾牌吗 我个人有点保留 那我觉得拜登政府 他比川普 强硬的部分都保留 强硬的部分都保留 但是他比川普高明的地方是说 他知道说我的主要敌人 假如说我把主要敌人放成是中国的话 那我在世界各国 我就是结盟 我叫拉帮结派 但是川普不一样 川普是四处乱打 他打韩国 打日本 打德国 他把所有朋友都得罪 然后他也跟中国竞争 所以我觉得对拜登政府来讲 他们是比较 我是认为他们比较战略思维 当你把主要敌人设定之后 你就开始要去建构你的联盟 那这个联盟比如说在现在是英泰 英泰四国 然后现在又是美国英国跟澳洲建立一个这个 AUKUS 所以这些结盟的部分 我觉得是拜登政府做的比较好的 但是川普不见得会跟着他走 对 然后拜登现在也要在全球气候变迁的问题上面领导 那这个是川普时代不会做的 退出了 根本退出了 对 对 你知道有人在预测说 如果川普2020当选 可能中国大陆甚至会提早动武 对台湾 有这样猜测 那可是我的想法不是这样 我想法倒过来是 就是你顺着你讲的 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所以中国政府会知道怎么去投川普所好 那其实你只要满足了川普的商人性格 就像他比喻的 在台湾不过是桌子旁边的一支笔的笔线 对不对 你如果从那个 我觉得这可能就还更大一点 所以反而要小心的是 川普就对台湾反而会跟中国一样叫共管 可能会变这样 而不是 如果这样之后 当然北京没有必要动武 他可能就是胁迫你要所谓谈判统一 不过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美国社会 川普他其实是改变了美国很多人对中国的想法 那这些改变的过程 如果四年后川普再回来 他能不能再扭转的回来 这个我觉得也未必 也没错 而且经过拜登四年 可能也带来一些化学变化 就好像拜登上任之后 不可能再回到欧巴马的政策一样 所以将来这个川普上任之后 他等于要去把他的那前四年 对美国的影响 还有后来四年拜登造成了国际的影响 通通在消化过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那一样的听众朋友提醒你 打0989628628回答 我们今天来宾 也是这本书的 议者是谁 就有机会得到 这个天下大乱 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 好时间到了 非常谢谢梁文杰议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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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